共寮区奥迪仁里里的石定溪有着自然又丰富的河川生态 常有民众来到这边进行垂钓或者是到步道散步修气 为了打造更具亮点的环境 共寮区公所日前特别在石定桥面上进行了立体彩绘 最近就会开放通行了 而彩绘图案上活灵活现的大白沙也为里内增色不少 即使这几天梅雨报道 共寮地区的天气状况很不稳定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来到人里里的石定溪来进行垂钓 根据当地里长吴顺福表示 因为溪流生态丰富 再加上有人行步道还有小型沙滩等设施 让不少当地居民很爱来这里休憩 而不少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这边钓鱼 那我们最近也跟我们新北市农业群那边发文 希望他们来放一些鱼苗 那我们钓客来这边休闲钓鱼 也欢迎所有游客可以到这边来露营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在那边钓鱼沙滩 然后淡水咸水都有 这一次在这么漂亮的石定溪的一个步道里面 来做这样的柴油 其实也可以增加这样的一个风采 因为这边平常大概游客跟当地民众都来进行休闲 我想这个彩绘我们特别聘请台北市的有名的画家 来做协助创作 它有立地摊3D的效果 缺氧表示奥底尖山脚街往里头走的石定溪一带 平常有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来进行休闲活动 因此在桥面上进行3D立体彩绘 看起来为地方整天风采 而站在特定角度就能跟逼真的鲨鱼彩绘合照 很欢迎所有的游客来这边运动休闲 然后多多到我们建山脚部落来 因为这边有百年龙树 河水 钓鱼 几家都可以来这边露营 海滩也可以玩 希望大家多多来这边 石定溪这边部落这边走走 那这里 结合我们这里的目前完成的一些步道的安全的栏杆 这些相关的设施以后 也欢迎我们区域的民众跟游客多多来这边游玩 这边来拍照 有立体的感觉 得到不一样的一个创意跟那个拍照的一个摄影的结果 当地一张表示 尖山脚街聚落除了有石定溪 还有出海口的沙滩 有越来越多游客会来到这里一游 因此这几年也很重视这一带的美化 除了桥上游挂九孔鲍鱼壳来美化之外 现在更有立体彩绘 相信能带给地方更全新的风貌 杰成威共聊采访报导